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真投资 我是飞行师中文真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五 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那在这几天的台股 其实在本周 算是说震荡非常的剧烈 那其实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 你说 其实说如果说 以整个第二季 或者说近期这样的行情来看 你会发现到近两周 震荡最剧烈 这个剧烈的程度 不是说单纯的下跌 还是说单纯的开高走低 而是说整个盘面是非常的混乱 可能说今天强势的股票 明天就落势 落势的股票 明天又更落势 所以 会变成说整个盘面 它是没有逻辑性 那为什么会集中在 这两个礼拜 很简单吧 因为4月1号 5月1号到5月10号 这之间 个股要公布4月份的营收 那就像我一直在强调的 4月份的营收差 4月份的营收不好 合情合理 第一季跟第二季就是谷底 4月份营收 怎么可能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几个 比较重要的逻辑 你去厘清几个观念 你会知道说 这个时间点 个股的营收开出来 如果不好 因为单月营收的问题 所造成的下跌 对于全年的成长股来讲 这真的会是一个 很漂亮很漂亮的买点 真的 我们先看国际股市 因为你要知道说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 目前的台股 是不是要转空 是不是要出现像去年 这样子的崩盘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可能 这基本上 因为就像我一直在强调 这是一个循环 去年这样子空头走完之后 它一定会接到多头的出声段 而且现在景气是 第五颗的蓝灯 所以这是一个循环 你说要进入空头 也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你要先知道 整个国际股市 其实如果说 以国际股市来讲 目前真的是台股最弱 我这样带大家来看一下 你去看 你稍微去比较一下 你会知道 我在说什么 来你去看 跟台股比较相近的日经 以日经来讲 日经近期是还在创高 这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日经指数 再来 如果你去看 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相对来讲 其实也是比台股再更强 那我们再去看其他的欧股 德国指数 这没话说嘛 有够强 法国 一样非常的强势 好 那我们再来去看美股 你去看 目前 韩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全部都强 道琼 相对也是强势 NASDAQ 还在创高 NASDAQ还在创高 NASDAQ还在创高 NASDAQ S&P500 相对也都是强势 几乎没有什么回档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肺半 有没有 肺半相对又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我们从 那你再去看台股 台股 感觉起来又在更弱 尤其是中小型股 整体来讲 又比加权在更弱 所以其实你继续想一下 我们刚刚这样看整个国际股市 日本股市 韩国股市 包含说 整个欧洲股市跟美股 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到 就我们以整个国际股市来看 最弱的就是 台股 那或是说 科技股占比在更高的 也是很高的 非诚半导体指数 所以这其实 是符合我们在 第一季所讲的逻辑 只要说 电子的营收比重 占比太高 这个国家的股市 震荡就会比较剧烈 但是你从其他国家地区的 其他地区的股市 你可以发现到 大部分的国家 现在都已经在走 所谓的主身段 因为他们的电子 电子股的比重没有到这么高 所以他的营收就开得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说 目前大方向绝对是没有问题 你要先厘清这个观念 大方向没问题 我们才去看 细部的个股变化 所以大方向既然没问题 就去看个股 那以个股来讲 就像我一直在强调的 来你去看 这里 第一季到第二季的营收利空 这会是全年度 最佳的买点 因为你去想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一档股票 全年的数字很漂亮 单纯因为股底的营收不好 而造成的下跌 这有合理吗 你去想这个逻辑 全年的数字漂亮 全年是成长的 单纯因为它股底的营收不好 而出现急跌 这是一件有合理的事吗 不是吧 因为你说 我们去买进一档股票 你绝对不会说 因为这档股票 它的地板很高 所以我去买它 是吧 谁去买股票 会去看一档股票 它的股底有多高 没有人会去看股底 我们去买一档股票 一定是去看它的天花板 它的爆发期 爆发期有多大 我们才去买这档股票 所以我们去买进一档股票 一定是说 它在爆发期 它在旺季的时候 获利能够到多少 获利会有多爆发 我们看的是天花板 谁在去看地板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 因为单月的营收不好 而个股造成的急跌 这就叫做 这就像是说 我去看一档股票 它那股底的营收 不是说这么的好 所以我去卖它 这个逻辑就很奇怪了 股底的营收是能好到哪 是吧 所以你了解到这样的逻辑你会知道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全点的趋势明确 数字够强 单月营收所造成的下跌 拜托一定要去买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讲 这会是更好的机会 因为说对于法人 很多的法人户 其实也没办法 因为说法人户 他们的风险控管是比较严格 说投信 自行上外资都是 他们的风险控管是非常严格 所以有时候说 看到这张股票的营收不好 就算他们自家的研究 自家的交易员超盘手 看好这张股票 但是说碍于风控的关系 只好也先去减码 这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对于我们一般投资人来讲 不需要 我们不用有这样子的束缚 我们反而可以逆势下去做买进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总结一下 大方向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于个股来讲 全年的数字票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逻辑 全年的数字票量 单纯因为股底的营收不好 而造成了下跌 这一定会是一个买点 所以 把握机会 手上的股票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 不知道说全年的数字到底好不好 能不能去加码 欢迎扫描我们现在右下角的QR Code 相关的逻辑在里面都会有 直接拿起手机的相机 扫描现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加入 那任何个股的疑问 也都可以直接提出来 会去帮你做解答 所以你了解到这样子的逻辑 你稍微去消化一下 把整个国际股市的逻辑 跟刚刚所讲到的 爆发期 天花板跟地板的关系 你去稍微把它串起来一下 你会觉得目前的台股 真的一点都不恐慌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个股来看 你去看 以个股来讲就像我们讲的 掌握产业加数字 你会很清楚知道说 一间公司跌下来 我们要去做什么动作 因为你绝对不能用主观的判断 去觉得说 一档股票的股价 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说像6669的微影 1000元的微影 是贵还是便宜 如果你用主观的判断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一张股票卖到100万 一张股票100万 好像很贵 但是如果你去想 假设说你的身价是 几十亿上百亿 你去看一张100万的股票 你会觉得贵吗 不会吗 所以一档股票的贵或是便宜 我一直在强调 不要去用主观的判断 去看说 它的股价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而是要去看说 今年它要赚多少钱 今年要赚多少钱 能不能撑起它的股价 才能决定说 它现在的位阶是贵还是便宜 那像6669的微影 为什么当时 前一天跌停板 我会告诉大家 特别去做留意 因为透过产业加数字 我会知道 这个价位很便宜 透过产业我会知道 微影它制作云端伺服器 那微影它伺服器的角色定位 有一点算是大力光在光学镜头里面的地位 技术门槛很高 几乎没有所谓的竞争者 所以6669的微影 它可以算是云端伺服器的龙头领头羊 又加上2023预估EPS 要赚82到90元 82到90元 这样子的数字 又加上它是云端伺服器的龙头 本益比绝对可以给到15倍以上 那你去想 15倍以上的本益比 搭配上82到90元的预估EPS 它一个合理的价格 至少可能要到 1300 1300 1400 或是说我们反过来看也可以 你说微影它是产业的龙头 云端伺服器的领头羊 它的本益比至少15倍起跳 这绝对是合理 微影它的角色定位15倍合理 以15倍的本益比来讲 我们这样去看 1000元的微影 搭配上82到90元的预估EPS 它的本益比大约是落在 12到13倍左右 就10倍出头一点点 这是非常低的价格 所以你去看 当你掌握了产业加数字 你会知道 微影它在15到20倍以下的本益比 都便宜 1000元的价格 搭配上82到90元的预估EPS 本益比也就才10倍出头便宜 是不是就像我们讲的 既然这个是便宜的股票 单纯因为 4月利空双减而造成的下跌 这就是一个超级好的买点 你说4月份的营收双减 就吃一根跌停板 这有合理吗 这绝对是不合理的 有没有 昨天 昨天盘是不好 昨天大盘跌了白点 贵买也是沙场黑 一度大涨了3% 1045元 是不是 隔一天马上有低价买盘进去 这里就是便宜 所以你去看 当你说了解到一档股票 它的建议售价 它今年要赚多少钱 其实不论说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都会知道说 好 我们到底需要去做 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像是6669的围影 掌握产业加速日 你会清楚知道 这一根跌停板 你是可以去买进 因为说对于 你说那为什么 很多人看到四月份的营收不好 会去卖股票 逻辑很简单 很多投资人就是 看到人家在卖 就会去多杀多 有一些试货投资人 自然会去进场 有一些法人机构 因为他有风险的控制 所以也没办法 所以看到营收不好 可能说上面的主管 就会说先去减码一趟 所以对于法人机构来讲 有时候说去卖股票 不是他本身的意愿 是他不得不去这么做 但是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 一般投资人 这不就是机会吗 像是2729的瓦城也是 你去看 2729的瓦城 其实也就像我们讲的 只要说 一间公司 数字漂亮 趋势明确 什么产业都一样 什么产业它都叫做 便宜的好股票 当时我们在这个位置 跟网品一起讲的 当时股价才230元而已 230元的股价 对比上13到15元的预估EPS 它的本益比只有15倍 那以餐饮业者的龙头 那又是泰式料理龙头 20倍本益比绝对是合理 好就算先不要去比其他餐业 光是比网品就好 光是比网品 当时在这个位阶 网品的本益比已经到20倍了 它的本益比还在15倍 这绝对是便宜 所以当时在这里告诉大家 往上拉 最高来到273 昨天又再创高 最高来到283 你去看在本周 本周已经从230 一路涨到283 这是真正的强势股 在这么烂的盘式之下 从230涨到283 这就是有数字的股票 所以其实 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对我来讲 说好股票它其实是不分产业的 你说像是维影跟瓦城 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 会觉得这就是一档餐饮股 一档云端伺服器的股票 但是在我眼里 维影跟瓦城 这就是两档便宜的好公司 就是说你不用去把它 做太细部的区分 因为这两档就是公司 所以就是说这两档 就是归类在便宜的好股票里面 是不是都涨上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真的不要自己吓自己 就是说你去看一些言论 一些网路有的美的论坛 有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你会觉得现在盘子好像很恐慌 但实际上目前 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可怕 尤其是像很多人在问说 美国债务违约的问题 我跟你保证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会发生 除非拜登不选总统了 否则这件事绝对不可能会发生 所以把握机会 在这几天因为四月营收不好 而造成了下跌 这些股票在这几天 这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手上的持股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欢迎利用等一下的广告时间 直接打电话进来询问 那也记得先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 小老鼠WE178WE178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NE ID是WE178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所以目前的盘式 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糟 因为其实这个逻辑 只要说你想通之后 你会知道目前 这会是一个很漂亮的切入点 因为你说 那怎么不去做 稍微比较短线的短进短出 我跟你说 目前的行情 你去做短进短出就浪费了 因为说这是一个 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你要知道 在一段应该说一个景气的循环里面 能够赚到一个最大波段 让财富说比较大幅度的跳升 这个机会只会建立在 产业或是景气的谷底 因为你去想 为什么在华尔街 很多人会说你要趁 个股营收在衰退的时候 去买进一间公司 因为只有在说 个股营收衰退的时候去买 你在接下来才能够享受到 股价的双重上修 双重上修就是说 当你从股底开始买 它会先上修股价 再来上修本益比 本益比往上拉之后 股价又会跟着再被往上拉 所以这一段过程 股价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这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讲 总之就是说 在营收衰退的过程去买 你就可以享受到 股价跟本益比双重上修的涨幅 相关的逻辑 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赖好友 里面都会有更详细的一些解析 最重要的是手上的股票 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 一定要赶快去做询问 因为说 很多人在目前会去杀低持股 但是说像是 我这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像是微影 假设说你买在千元以上 当它跌到了千元 这绝对是不要随便去买 卖掉太可惜了 这没什么必要去卖 所以很多股票 就是稍微去检视一下 好那回到个股 来去看 在这个时候其实 产业加速质 它的优势会被放得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盘面很混乱 盘面很混乱 你更需要知道 这间公司它的位阶怎么样 像是瓦城涨上来之后 六角也可以下去做留意 它也是有机会 因为你去看 假设说你不知道 瓦城今年的获利 你单纯去看它的股价 两百三好了 两百三十元的瓦城 你觉得贵还是便宜 我相信说如果你乍听之下 因为大家对于瓦城的印象 就是太吃料理 就是可能说在很多的百货公司 或者说在很多的商圈 都会看到瓦城 所以因为说它距离我们太近了 它很生活化 所以你会觉得 它的股价不应该到这么的高 两百三十元的瓦城 乍听之下你一定会觉得很贵 但是如果你知道它今年的预估EPS 上刊赚十五元 两百三一点都不贵 是不是 这就是我所谓的 掌握产业加数字 你会清楚知道一间公司 它的位阶到底是便宜还是贵 所以昨天 在本周 非常强势往上拉 再来 3037的星星 星星也是 星星在 这一段相对也都是强势 只要说你是在140元以下买 基本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知道说140元以下 你可以去大买 甚至说震荡什么 你都不用去担心 因为我知道今年要赚12到14 12到14这样子的数字 跌破140元本益比不到10倍 这里绝对是去加码 有钱就加码 没钱就续报 这里不会有停损的选项 162 是不是一路往上拉 就算到昨天的最低点 156 在昨天最低点去卖 通通都还是赚钱的 你如果说在140元以下买 一直到昨天的最低点 全部都是赚钱的 所以你去看 其实这个逻辑就像是我一直跟大家在强调 我们掌握的产业 加上未来的预估数字 你会很清楚知道说 这间公司的建议售价 要在多少以上 那当你掌握到了这个数字 你就不会随便去卖股票 因为目前的行情其实说 你说差也不差 但是你说好操作 其实确实也是很难操作 应该是说目前的盘式 要去做定义的话 它不是盘式差 而是说盘式没有一个逻辑性 它没有一个一定的公式 说什么股票会比较强 什么股票会比较弱 整个盘面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乱 像是说前阵子 资金避风港的升级 昨天又开始回落 那你说升级不好吗 倒也不是 就是一个资金的转换 所以在这样子的盘式之下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说 因为很多股票在目前的盘式 资金轮动速度比较快 那成交量又放不大 它只好还跌 还跌 还跌 那有时候说你还跌下来 你下去杀低 不小心就是卖在最低点 像是星星也是 你去看 星星这样子的走法 其实很容易就卖在最低点 假设你是在这个高点 145元买 其实在这里买算是很合理 就是看起来它就是要往上冲了 145元买 当它跌到了130 其实刚刚好 这个就是一般投资人的停损范围 可能说5到10%左右 那你在这里买 5到10%跌下来停损 刚刚好又杀在最低点 一路拉到162 所以 在目前的盘市其实 去判断一间公司 贵跟便宜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说如果是 还有满手资金的投资人 持股还没有满 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的便宜好股票 全力的趋势股 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那你再去看 掌握产业加数字其实包含像是 在强势族群里面 挑选落后的股票 也会非常轻松 242亿的见准 你去看 见准跟齐宏的关系 真的是像我们当时所讲的 见准今年要赚4到5 50出头本益比只有10倍 这很明显就是比齐宏再更便宜 所以在这里 齐宏他就会向上去补涨 5月5号会跟涨停半 5月8号67.5 5月9号69.5 那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怎么讲 见准在接近70元的股价 他的本益比已经接近了齐宏 就是他的本益比 也大约是落在15到16倍左右 那这样子的本益比 他跟齐宏的位阶其实差不多 所以你说见准能不能 站上70再往上冲 他其实是要去看齐宏 只要齐宏能够站上200元 见准他就有空间 那你去看齐宏在近期是震荡 见准他真的也就跟着震荡 那当时我们讲 资金如果找不到再更便宜 资金如果说不会去买见准 他就会再去找位界再更低的 就是秦城 是不是 所以你去看 昨天的秦城也是在创高 有没有 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 秦城创高 那反观见准 接近了70元 最高69.5就开始震荡 资金就会转到位界更低的秦城 昨天最高点88.8 是不是 连高点都这么的激励 所以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手上的持股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 刚刚好 趁这几天的盘势 好股票坏股票一起跌 我们下去把它太弱留墙 那也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去卡位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